你 不可以哦 敏慧 我好无聊 你能不能陪我玩一会儿 现在还不行啊 全全 我这点工作必须得马上做完 你自己乖乖的啊 你们这些大人啊 整天都是忙忙忙 你呢 周末一个人来公司加班 周爸爸呢 忙着跟四周姐姐谈恋爱 我爸爸呢 总来 今天要来接我的 到最后又说有工作要出差 你这么小小的年纪 牢骚这么大一大堆 你小心变成小老头的 你要是无聊的话 跟他聊聊天 来 好啊 晨晨 想我没 是啊 星期 你在忙吗 你找我 我怎么会忙呢 再忙也不忙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就回去了 你这是在哪儿呢 没在家里啊 你会来公司加班 我在这儿陪着他 把镜头对着你妈咪 我看看她有没有认真的工作 真是资本家啊 我周末都过来加班了 还要看我有没有认真工作 对了 你把电话给我 我有事跟着啥 诶 星期 正好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AI建模临床医院的选择 你怎么想的 下次吧 等我有空了 你刚刚不是说你有空吗 你这是在哪儿啊 上海吗 那你这个背景看着怎么 这么奇怪啊 那个 我现在忙了 那个哈 哈里叫我呢 他挂了 全全 你有没有觉得 他有一点点奇怪 来 过来 我让你找一张酒店背景图 这是什么 自作聪明找一上海图 这真单俩字动不动啊 你看就是假的 那个别急 他肯定能发现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小鸣身体 我这不是琢磨着 能做得逼真点吗 这是陆家嘴 上海标志性地标 让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 他要发现你这回的奖金就没了 不 别呀 不是 那你说你身体不舒服来医院 不知好儿儿敏惠姐 多关心关心你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干嘛要瞒着他呀 星先生 该做检查了 没关心的 你自己就找到 躲着你 我把这招加的 一招再开 他就把这招加的 你的这招加的 你也把这招加的 这招加的 就是我们这招加的 我把这招加的 到那招加的 我是小鸣 我把这招加的 不着 我把这招加的 今天要检查做完赶紧回家 那不行啊 医生都说了 你最近心里不太正常 那得住院好好检查检查 好好休息一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要做的检查尽快安排 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待久了露馅 你在医院你不听医生的话 你想让敏全真年幼上妇啊 没东西 哈哈哈敏蕙姐你们在哪儿 我们我们就在家人医院八六三病房 这回就挂了 出去 出去 别激动别激动 去 新奇 你还好吗 新奇 你快醒醒啊 怎么样 这么严重 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但也不轻松 此刻他突然心脏不舒服住院 初步检查结果 心理和臭压都有一点问题 但是具体情况还是要等到 全部的检查多出结果之后才能知道 现在推荐是留院观察 对 不是说好帮我的吗 帮我什么 如果你要真不想让敏慧担心的话 就应该跟她说实情 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她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工作累的 说不定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没什么事 好好休息吧 有问题再教我 嗯 小全宝 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好啊 走 这是有点不舒服 但是真的没那么严重 你要不相信一会儿让哈尔丽把单子给你看 就算不是很严重 你也应该听医生的话呀 好好治疗你逞什么能 我真是搞不懂你了 你之前没病的时候你又要装病 你现在有病了你又要装没病 我之前装病是想让你紧张我 关心我 那现在装没病是怕你担心我 这个病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这个病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我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很清楚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呀 之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呀 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 你现在不用一个人了 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赶紧休息 行了啊 你们没走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以后不用一个人了 爸爸你看 我给你画了一颗心 以后你就有两颗心了 一颗不舒服 还有另外一颗可以用 谢谢全全 还没画好呢 让我画 谢谢全全妈咪 吃不吃水果 吃药了 新奇一家属是吗 对 是我 这个是今晚的药 白色的现在就可以吃了 黄色的药等白色的吃了 一个小时以后才能吃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吃药 要是能多病几天多好啊 有家属的感觉真棒 你一星期内要是好不了 我们就不陪你了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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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你怎么来了啊 来看你啊 妈咪 你不是说我们要留在医院里 陪着新奇的吗 我知道你担心新奇 但是医院里也有医生啊 还有姑姑他们 所以不用担心了 一切正常 全全真棒 这样吧 你今天早点睡觉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看新奇好不好 那你帮我给新奇做个 安心三明治好不好 为什么呀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 新奇就送我了一个浓量心脏 现在新奇生病了 我想送新奇一个爱心三明治 原来是这样啊 那全全你应该自己做呀 可我还是小孩子 很危险的 知道了 那妈咪帮你做好不好 记得要做成爱心的哦 不然就不叫爱心的 说到了 好吧 那你快去睡觉好不好 嗯 去吧 你说你也真是的老板 医生说让你多住几天院 你倒好 非要回家来 那医院里好歹还有高级护工和护士 能随时照看你 行了行了 有什么地方比家里更舒服啊 在家心情好了 病也自然好了对吧 嗯 那倒也是 老板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照顾你 比照顾我妈还努力 想不想喝水 这几天我在槟城有事 这人我带走了 我比你更需要他 感谢董事儿认可 明慧 这几天我有重要的事 但心情呢 在这也没什么别的朋友 医生说了 得有人在他身边照顾他 要不然会出事儿的 我请求你 把我好好照顾他 可以吗 没问题姑姑 我和妈咪一定会照顾好爸爸的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对吧 欣妮 我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应该没有那些时间 拜托 这件事我只能相信你了 拜托拜托了 妈咪 爸爸真的很可怜 你看他都变成这样了 还没人照顾 嗯 没事没回 我知道你公司事情多 你忙你的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顶多就是吃饭叫个外卖 喝水也喝不上两口 真的 没关系 毕竟这么多年 都这样过来了 那怎么行 麻烦你放心 我 傻伯 你这也太孤苦伶仃了 我婆 傻伯 行了 行了 我照顾她吧 这两天 我跟泉泉就留在这儿照顾她 直到医生说她的病没有问题了为止 那就太好了 阿迪 回公司去 好 你会 那就拜托你了 嗯 放心吧 来来来来来 晚上能把饱水了 嗯 虽然说我过来照顾你 但是我工作上的事情 我又不能抛开 所以除了吃药 吃饭 喝水 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叫我 那上厕所还有洗澡呢 废话 你不许叫我 我抛街色 其实 你愿意待这儿 我已经很开心了 敏慧 那 还有这个呢 哦 对 还有这个 给你的 你做的 你做的啊 为我做的 虽然是为你做的 但是是你儿子要求的 我只是负责执行而已 不愧是我亲儿子 还是爱心的呀 怎么了 又做闲了是吧 不行 有点甜 不许干 天生你得了 你得糖尿病 好